外國生活蠻簡單的 經常想想有什麼可以做 上網看到人家做生煎包 生煎包是豬肉的 有皮之後就想牛肉餅 好像蠻好吃的 試一下 結果很容易做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看到人家做生煎包 其實最難應該都是皮 餡料也不會做不到 所以自己想做牛肉餅 生煎牛肉餅 牛肉放在脂肪粉 好像某店舖 一咬下去很多肉汁爆出來 很香 試一下自己拌 我也很隨意 切些洋蔥 做些薑蓉 拌一拌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技巧 用份量的 如果你喜歡多些洋蔥味 就放多些 你覺得不夠薑 就放多些薑 就是這樣 所以香料放什麼 隨意的 如果你喜歡自然味 就像我一樣 放多些自然粉 如果不是 油鹽糖 水 那些 你喜歡香一點 就放些麻油 所以沒有什麼既定規則 問題就是要有耐性 聽說有廚師機 就自己在這裏攪拌 如果不是 都挺懷疑人生的 用匙匙 在這裏攪拌 其實都可以的 那我特別是放孜然粉 那這裏很容易買的 就是孜然粉 或者孜然 即刻 Freshly 即刻自己磨 都可以的 那這隻 沒有了粉 那就省工夫 但是應該沒有那麼香的 另外 最重要的是 對我 就是便宜一點 那我已經放了很多孜然粉 因為我也是想起 那隻 新疆牛肉餅 所以孜然粉 是個 靈魂 下了孜然粉 之後 什麼都變成新疆 就是這樣 接下來 記得要加些油 為什麼要加油 和水 因為裏面的成份 露營的科學 有些成份是油溶性的 我們知道 維他命B 那些 這個維他命B 總之 有些是 soluble in oil 有些soluble in water 加些emulsifier 算了 不要說這些 總之 就是讓它混合起來 有些油溶性的食材 有些水溶性的食材 有些水溶性的食材 加些水 隨意 總而 就將它混合起來 混合起來 混合起來 那些餡料 好像你平時吃餡餅那些餡料 那這個是什麼 黑椒 對了 話說 如果你吃慣牛肉 你也知道 黑椒和牛肉 和蠔油 都很搭配 隨意放 你喜歡哪些味道 那些味道 少一點 都要有 那些成分 因為我們知道 很多成分 是調一調味的 中國人說調味 真的很詭異 但是你就明白 有時候做甜品 馬田說 只要加絕仔鹽 就是調味 因為人的餡料 有些東西 你要放些材料 去過了一個 fresh hole 令到那條餡料 突然有感覺 所以那些材料 不少就可以 就算你不喜歡 那樣東西 你也會放得這麼多 鹽是特別的 如果不放鹽 就什麼東西都沒有味 鹽是很magical 沒有 就是不斷拌勻 應該都沒有什麼技巧 那為什麼要先做餡料 因為你也知道 醃肉是需要時間的 你拌好之後 都要放一陣子 所以我就選擇 先做餡料 然後再做餡料 然後再做餡料 你看到我沒有什麼固定成分 你看到 哇 拿那麼多的洋蔥 那麼就放多一點點牛肉 那我這條牛肉 我想不夠一磅 我買了一些 差不多到期的牛肉 你看到很鮮色 其實這裏就是到期的東西 都新鮮過以前 好了 所以不夠牛肉 那就加多一點點 所以沒有什麼固定的 我媽說的 人生的那些東西是死的 煮菜的時候 很多時候 煮菜很多時候 除了有一些要有固定比例 譬如你做蛋糕 或者做一些甜品 你不適合比例 它不會磅 它不會凝固 它不承認 那你就要 特別調整 如果這些牛肉餡餅 你浪費在裡面 不要說不承認 那你加多少鹽 這個海鮮醬 或者加些 蠔油 隨意 有什麼 最重要 你想回你吃東西的時候 我媽媽經常說 你會吃就會做 為什麼呢 因為你吃的時候 你知道什麼好吃 你就把它混在一起 就不死得 差很遠 上次不知道煮什麼 有些剩餘物資 就用它 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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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好 蟹肉在尾巴 混在尾巴 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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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皮 就很簡單 坊間 就很多時候 教中筋麵粉 我們知道中式 糕點 都是中筋麵粉 西式麵包 就是高筋 低筋 就用來做 一些鬆散的甜品 其實那些筋性的東西 就跟它裡面 有多少 protein 有關的 所以 其實你可以混在一起 中筋 混在低筋 就變成 低中筋 哈哈 哈哈哈哈 高筋卡 低筋 就變成中筋 大概是這樣 那些筋性 就是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很黏 很硬 就是那些所謂的筋性的東西 所以 中式包點 不可以用低筋 否則會散開 高筋 太硬 所以就是中筋麵粉 一般人 就會用 酵母 其實我去超市 都想買酵母 但酵母 有時候難處理 所以 温度太熱 就燃死 酵母 太冷 就不燃 放得久 就會失去 即是會死去 酵母 酵母是 是一個很理解的 去放一些 氧化碳 所以 我超市 突然看到有 自發粉 自發粉 就是 自發粉 是 chemical 不是 biological chemical 是讓它放一些 CO2 去 去脹 比較容易 控制 當然 你潮了 或者 會失去 發起 能力 所以 如果 我用自發粉 都會成功 更加容易 過程 其實關鍵 是甚麼呢 就是 先加些粉 加水 加一加 擦一擦 你感覺到成不成形 如果 怎樣感覺到的 小時候 經常跟爸爸媽媽 去坐 泥媽 都會搓麵粉 打蛋 再搓 不夠粉 就再加多些粉 即是 一隻蛋 不夠麵粉 就再加多些水 這個情況 是這樣的 你一邊攪 你會覺得它 開始成形了 就是粉 吸了水 第二部分 就是要誘發 它的根性 為甚麼可以誘發 根性呢 就是喪 所以就把粉 放在桌面 接著 就狂擦它 不斷擦 當它有仇 不斷擦 接著就 拆回來 接著又推 不斷推 把根性推出來 記得上次做甚麼呢 突然倒不起來 上次做甚麼 就不想它的根性出來 做蛋撻 那個撻皮 如果有根性出來 蛋撻是硬的 很噁心 好像麵包裝著蛋 這樣 所以這個相反 就是想它的根性 要暴現出來 所以就要來回 反覆地擦它 擦它 不斷擦 有仇 不斷擦它 就是這樣 這樣 擦到有一個點 就是 麵粉 那些粉不黏手了 另外 它很軟硬的感覺 這樣就為之可以了 沒有甚麼技巧 不斷擦擦 不斷擦擦 擦到它 很硬 好像 如果 那時候 阿呂 跌鬼斷的手 跟它做麥理治療 就比較泥膠去擦 其實是很好的 練小肌肉 所以 平時 以前在香港 有麵包機 不過這裏的麵包不便宜 就沒有麵包機 不買 所以就沒得猜 不然 放在麵包機 就最快就完成了 不要管 不斷擦 做運動好 年紀大 走多一點 動多一點 好 擦完之後 夠肉也差不多 我們放在一起 準備下一步驟 就是 弄到它變成一個包的 塞餡 童年陰影 這件事 真的解決不了 所以我又要再重複 我小時候 做手工 是擦到爆 有顏色都出街 所以就不要學我 另外 就是 這個皮 這個皮 不記得 灑一些粉 在底部 很愚蠢 好 離開 為何錯了 剛才那段都不剪軌 所以就要出街 就是人是需要在錯誤中學習的 你在我的錯誤中學習 你就會比較深刻 好 記得灑一些粉 然後 放一塊皮 去壓平 正路 就不可以在碟上 都是在桌面 有一個棍子 用來拆皮的棍子 我什麼都沒有 就徒手 哈哈哈哈 不斷擦 因為 如果你記得 在街上吃的 三千包 或者中式包 其實皮都不太均衡 所以 就有手工味道 加上手汗 就很香 所以 到現在看到的步驟 就算露營也做到 當然 露營也會黏在沙沙麗麗的皮上 增加了它的咬口 和立體感 好了 Anyway 我們就 按扁皮 盡量扁得不扁 記著 大家其實 用一個瓶去滷 用一個玻璃瓶也好 小時候 家瓶也是用玻璃瓶的 為什麼我想不起呢 但是 當日 就是用手了 沒有滷棍 用手擦 擦平了之後 就可以配些餡料 用多少餡料 就斷鼓 所以 整個過程都沒有份量 你想多一點就多一點 看了一些片段 就說 用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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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指 用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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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覺得是一個謎 小時候 在家裡 做油角 推著推著 很緊 推著拿著 就可以了 但是我永遠做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當日 家媽媽在這裡 都學不懂 後來媽媽教 我又學不要 封口很簡單 就是濕一點水 就不是沾一點粉 封得緊的 所以就按下去了 好了大概就是這樣 做好了之後 記得把封口的表面 放在頂上 已經做第二塊了 那些噁心的過程 大家可以免了不要看 好了 直接看看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 通常就是 看你性格 就是性格測試 如果喊多 就代表你是一種性格 如果喊多 就是另一種人 為什麼呢 我就不解 其實只是吹水 好了 你看看 最後一隻封口 簡直是退到飽 發現都是推上去 就可以了 其實 做完出來 發覺沒有分別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個封封釘 就向下 煎的時候 一路 一路 就平均 那看一下 哇 做出來也不是很噁心 是不是 哈哈 我自己說不是很噁心 起碼 不會給老師佛牛糖 同樣陰影又出現 會不會要 零分重作呢 不要理會了 先試一下 吃東西都是味道比較重要 因為這段影片是像煎爆 所以還是要先煎一煎 怎樣煎呢 還是要加些油 後來要加水 去焗熟它 這個牛肉餅 就不用太害怕 因為牛肉就不怕 不熟 但是 所以第一步驟也是煎 之後就要加點水 最後要加點水 焗熟 肯定熟了 所以第一步驟也是煎 然後把油加熱到一定程度之後 即是差不多剛剛的油滾的時候 就可以放些包子 放些包子之後 記得剛才封口那邊 先煎一邊 接著到這樣 什麼叫到這樣上下呢 即是說我沒有計時 最重要是看火 因為每個爐子都快慢不同 記得 會有點串 不過不要緊 其實沒有影響 記得 總之封口向下 就排開它 蓋上蓋 先煎了底 什麼叫山煎包呢 就是鑑山煎熟 山炒肉飯就是鑑山炒熟 山炒糯米飯就是鑑山炒熟 山炒糯米飯就是鑑山把糯米炒成飯 這個真的是山煎包 因為鑑山煎熟 好了 就是這樣 然後蓋上蓋 轉頭回來 再看一看它 好了 感覺都差不多 就是時候揭開它反轉 找個夾 如果沒有技巧 如果有技巧 可以用筷子也可以 下手 辣死無命陪陸 親不應 你看到 都很像樣 你看些食物都知道 沒得輸 原因 為甚麼 夠膽弄呢 就是看 原來 煎這個過程很容易 不行 就下多些油 但健康著想 就不下 蓋上它 再過一會兒 兩邊 反覆 互煎 好了 來到最後一步 就是加點水 為甚麼加點水 就是確保 整個都溫度夠 剛才煎兩面 那旁邊怎麼煎呢 裏面怎麼煎呢 總是差一點 如果不熟 就算了 我看那些是生煎爆 所以一定是豬肉更加要熟 其實牛肉也有信心 加起來有十分鐘 什麼都熟 所以就兩邊翻一下 再加點水 就焗了 蒸乾了水 就肯定熟了 醬汁也會吸收 試好味 一甜就加兩次 不要問我加多少份量 斷鼓 最主要是看火 一看就知道濕粒粒不行 記得煎乾水 就完成 最後要整色整水 煎到金黃色 就吸乾 就好 上碟 為甚麼碟花呢 就是用泰刀來攪拌 哈哈哈哈 千萬不要用泰刀 在瓷器上面 會花光 被人罵 看樣子也覺得很成功 吃下去更成功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試一下 好了 試味的時間 嘩 隨便拿一件 拿皮沒有穿洞 已經很厲害 我連那條眼筋也沒有 那是卡餅的那條麵 我試試看 嘩 好 其實這次主要是豬鹽粉 不過沒有牛肉汁 可能是太煎乾 但味道是可以 好 這個麵粉是可以搓到的 成功 看完這個山尖爆的影片 就做了牛肉汁 哈哈 所以這個世界 沒說不行 一理通拜明 真的好吃 自己試一下 剛剛聽到訂閱 有人見到打招呼 有問題留言 有高手請留言 過兩招來 交流分享 先這樣 拜拜